我这碗饭也太有犯账力了吧 还没吃我就已经知道它很好吃了 没有人能抵挡住这么一碗拌饭 真的 哇 这一大扣 吃了整整一盆 四碗不说 起码三碗吧 大家好 这一大碗 你们觉得最下饭的菜是吗 以我的经历来看 是我当年去长沙的时候排奔萝卜 排了三个小时 刚好昨天刷到一家说是平替奔萝卜的香菜 那我们去尝一下真的假的 走吧 主要是不用排队 那我发现现在商场吃饭的人好多 都8年多 还这么多人 来个辣椒炒肉 然后来个酸菜粉皮 再来个鸡杂 再来个金钱蛋 再来个柠檬红茶 以防被辣倒 小江湖招牌菜 辣椒炒肉吃完一碗 我已经在等我的米饭了 这这个辣椒炒肉 我说实话很难不好吃啊 家人们 这种料我刚才在后处看了一下 也真是大的吓人 酸菜炒粉皮 这个菜是我在长辣吃过 没有肉 但是巨下饭的一个菜 看这种酸酸辣辣的 反正是这个粉皮 超级糯 超级猪味 还有一个笨萝卜同款的无敌金钱蛋 酸辣鸡杂 应该是用泡椒炒的 没有一个不下饭的 我要开动了 有没有可能你说 我把这个倒那盆里 我没吃到这么干 是吧 这吃起来也太爽了 直接在这个电饭包里面搅就行了 是吧 拌一拌 米饭多不多 这个 这个配比是好好的 就刚好呗 对 这样就可以成功了 可以了是吧 我说实话就这碗饭 真的 谁吃谁迷糊 好吧 不是 咱就是说就这碗饭也太有饭章力了吧 米饭每一粒都裹满了这个汁 吃这种拌饭一定要用大勺的才过瘾 吃辣椒不辣 不管是很脆的那种 很香 来勺这个鸡杂 再给这拌一下 然后再给它搓一搓 把这个米饭充分吸入汤汁 我跟你们说最绝的其实是这个米饭 然后来上这么一勺 哇 就这一勺的下去 我想问一下谁顶得住啊 油香油香的米饭配着辣椒炒肉 哇 这一大货 没水了 听我的 一定要加这个酸辣鸡打 加上之后真的 注入香菜的灵魂了 足底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 老板把这个鸡杂吧 还有辣椒炒肉 直接设置成一个套餐 鸡杂加进去简直了 灵魂都升华了 而且它这里面这个汤汁吧 泡米饭是正正的好 你看很黏黏稠稠的这种 酸辣 咸香 尝一下这个粉皮啊 哇 很热很入味 像是在吃那种 酸萝卜炒的那种宽粉 尝一下这个金钱蛋 这个金钱蛋里面都是小米辣 不难看出来我脸上真的 汗有点多 不过真的我第一次吃到这个鸡杂 竟然能下饭了 下饭借的泥石流 它们又嫩又脆 非常非常入味 吃了整整一盆 你们可能觉得这是个碗 给你们看一下你们正常吃的小碗 四碗不说 起码三碗吧 我觉得香菜应该就是仅次于江西菜的存在 辣还是很辣的 非常够味 去过尝尝吃过香菜 或者说爱吃酸辣 能吃辣的朋友们 就按我这个方法来办 反正一吃一个不知声 OK那祝大家十二晚上 我们下期见